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函数的默认值 什么意思 咱们来学习一下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定义函数值给出参数的默认值 咱们在ES5时代是没有这个函数参数的默认值的嘛 对不对 咱们在ES5时代 比如说咱们调一个这个有参数的函数的时候 咱们如果不传参 那么默认这个参数的值是undefined的 对不对 在ES6开始呢 咱能够给它定一默认值了 咱们来学习一下啊 好 咱们开一下实战演习 首先说字符函数 字符参数啊 看怎么用啊 比如说我是定义一个叫什么 问好say hello这么一个函数 里面呢有一个名称这么一个参数 我呢给它一个默认值 默认的话咱们打印出来是 咱们传谁就打印hello谁 向谁问好嘛 对不对 如果用户他没有给咱们传这个name 这个名字的时候怎么办 他会默认附上一个库里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说 当用户不传参的时候呢 我直接使用它的默认值进行输出 没有问题吧 OK 这个例子咱们一会儿就行 我先把例子 把今天咱们这个课件讲完 接下来 数值计算 我这有一个相加函数 对吧 这个相加函数里面 是把两个参数进行相加 然后呢输出 但注意看 我这个地方写上了 A默认值等于1 然后B默认值不等于任何数 它等于A 这是非常精彩的写法 这行不行 完全可以嘛 对不对 这样保证 AB值的默认值是完全一致 好 让我输出A加B 一会儿呢 咱们会看到结果 接下来 接下来非常的重要 叫什么 必须指定参数 咱们以前在做这个程序的时候 如果用户没有指定这个参数的话 咱们会判断它 是不是等于define 如果 是不是等于undefine 如果等于undefine的话 咱们比如说抛例外 返回错误 等等信息 那么在ES6里面 就很简单了 咱们呢 再是定一个什么 大家请看 require的一个函数 或者叫做辅助函数 它只干一件事 抛例外 require的什么意思 必须嘛 必须输入的意思 那么咱们怎么使用呢 看啊 我定义一个什么 C咕咕爱 拜拜 定义一个拜拜函数 再见函数 咱们看啊 我这个函数跟say hello 一曲通工 只不过我的name的默认值 并不是一个名称 而是一个辅助函数 这个函数是干什么 就抛例外嘛 对吧 也就是说 当用户掉这个say bye函数的时候 如果传名称 就说你不传谁 和谁再见 对吧 如果他不传 默认值呢 是给这个require的 这require干什么 抛例外 也就是说 当不传的时候 就抛例外 不传三 抛例外 这不就是说 这是必须输入的参数吗 对不对 好 那咱们马上进行 看一下今天咱们例子的结果 我这建一个文件 咱们一个个来 首先咱们先来这个字符参数 试一下 看什么结果 我一个是不传参 一个是传参 看看他输出的结果 有什么异同 node 空格 test go 大家请看 我没传参的这个地方 输出 hello 库里 没问题吧 我传参的这个地方 输出hello 空马 完全吻合吧 OK 接下来 数数计算 试一下 好 马上运行 大家请看 我没传参的时候 输出是几 2 为什么是2 因为没传参 A默认等于1 B默认等于A 那么就是 1加1嘛 对不对 所以说输出是2 非常的漂亮 精彩 接下来 我输出一个 A等于10 因为它是第一个参数 那么A的默认值 就不是1了 比方10 B等于A 所以说 两个10相加 输出20 没问题吧 第三个 A等于10 逗号 B等于20 所以说 他们都不用 他们自己的默认值 所以说是10加20 那是多少 30嘛 对不对 OK 没问题吧 接下来 接下来 必须指定参数 这就非常的 常用 非常的实用 咱们试试 好 马上进行 我现在是 C by Coma 所以这地方 没说的 因为我 输入参数了 对吧 Coma 所以说 Coma By 没问题吧 OK 当我不输入的时候 那么Name 会采取默认值 Required 它会直接抛例外 对不对 试试 Go 大家请看 怎么样 参数未定制 顺不说 什么 我这个参数不行 在编译时 在执行时 就报错了 这乍九尔没有编译 在执行时 就报错了 说明这个地方 必须要输入参数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关于函数默认值的使用方式 不知道您听了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而我的代码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也会传到YouTubeYouCook 给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给您观看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